下一题 下一题的前面跟刚才一样 可是最后一小题不一样 我刚才讲过要如何正常使用 这题目的标示要正常要接220 但我现在就不正常使用 我改接110 那这时候的功率会怎么样 那我再说一次 我们都会假设我们的东西都遵守欧姆定律 电阻为定值 所以你的第二小题 如果算出来电阻是1欧姆 正常使用是1欧姆 不正常使用还是1欧姆 然后用这个电阻去算我的功率 有听懂我的话吗 有听懂我的话吗 正常使用要接220 那有人就故意问你 我现在不正常使用会怎么样 功率会如何改变 数学好的人就可以用笔一笔就出来了 我还会认真的算 然后笔的人不要忘记 有一个平方 有个平方 OK 好 来 那第一个就是前两小题跟刚才是一样的 算电流跟算电阻 算电流算电阻 我先算电流再算电阻 来算电流 No.4 4号 你一定也不会吧 刚才讲话根本不甩我啊 不知道啊 请坐 有电阻 有电压有功率 求电流 公式P等IV 功率是1100 福特是220 所以呢 算出来电流叫做 5安培 那电阻呢 跟刚才一样 做法跟刚才相同 店主呢 做法跟刚才一样 等一下 要找男生 33 33 可爱的 钱不是 现在小小时代 他说44 40 44 44 44 请坐 220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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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有电压 有功率求电阻 V0 除以啊 V0 除以啊 然后 往里面带 你就会算出来 答案 答案叫44 5 我们假装 你刚才没有看到答案 不正常使用功率变多少 不正常使用 我正常使用要接220 不正常使用要接多少 会变多少 No.2 2号 你一定没看到 云刚在睡觉 所以你没看到答案 但是有人会告诉你答案 275 那反正是一个比 不论是不是正常使用 我们讲过 我们都会假设 我们的晚夜遵守欧姆定律 电阻为定值 所以刚才算出来 电阻是44欧姆 接220是44欧姆 接110还是44欧姆 内电阻不变 那等于现在是知道电压 知道电阻求功率 你现在知道电压 我接110 内电阻 你刚才算出来了44 那现在要求功率 功率就是 V平方除以R 那如果有人改问说 请问你2分钟能量多少 那就是把功率算出来 这一层时间 就得到它的能量 OK 那么代公式进去 V平方除以R 110的平方除以44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巴拉 就可以算出来 叫275 刚才跟你讲说 数学好的 用比就比出来了 V平方除以R R不变 所以是跟V平方成正比 那V变一半嘛 220可以变一半 二分之一 但电话就怎样 还有平方 V平方还有平方 平方成正比 就变四分之一 所以1100的四分之一 275 所以你如果数学好 观念清楚的 你就用比一比就比出来了 但是我跟你讲过 你们常犯的毛病就是 忘记要平方 忘记要平方 有一个I平方 有一个V平方除以R 会有人为忘记平方 这就是我们给各位做的 简单小练习 OK